不过很多事情感觉不追踪 就会无疾而终 你还记得吗 两个月前呢 台南昆山中学老师曾经控诉校方 以少子化的理由扣砍他们的薪水 教育部当时承诺会展开调查 但是现在两个月过去了 情况却没有得到改善 老师们今天是再度出面成情 希望教育部加紧脚步 让他们能够领到合理的报酬 国教署在今天也回应 专业小组将准备进行第二波的约谈 来厘清问题 近年来少子化问题严重 许多学校面临招生不足的状况 不过台南私立昆山中学创校50年 也是台南市学生数第二多的私立中学 年年有盈余 却用招生不足的理由砍老师薪水 老师出身抗议还遭到流言打击 如果我们再继续这样抗争下去 可能十一分的薪水豁不出来 甚至呢 就以说教育部目前为对昆山中学合班 那么可能学校会因此而就关门了就倒闭了 署长愿意的话 我们今天就立刻可以带署长跟我们回台南 来了解这个事情 不断向教育部陈情却没有太大改善 老师们怀疑学费银云是否进了董事会口袋 要教育部调查 财务不是很清楚有意义的地方 我们在10月25号就移送这个法务部调查局 台南市调查处来侦办 103年81号起比照公立学校 新级来给新定期或不定期的到学校 作为访试的重点 国教学也表示 专案小组将准备进行第二波访谈 厘清昆山中学的种种问题 老师们为自己权益抗争好几个月 只希望能得到合理报仇 UDN TV张成平朱祺鱼台北报道